經常結尾開店前 我都不是經常來的 印象其實就好像深水埗 我以為這裡很繁忙 人們就為了找小餐 走來走去 一對80後情侶 最近就在這個老區 開了一間新色果汁店 只看裝修 已經好像一間台南小店 之後開店了 在這裡留內了 就發覺不是 這裡的街坊都頗悠閒 有時候就會下來和我聊聊天 為了令街坊 可以喝到和外面不同的果汁 老闆就推出了車仔果汁 靈感其實來自香港的車仔麵 是一個很獨特的文化 所以我們不如嘗試用車仔麵的方法 來選擇果汁 車仔麵首先要選擇麵底 這裡就先選擇茶底 再選擇水果 就連羽衣甘藍這種superfood都有 最後選調味料就完成 只是配搭已經過百種 想騙你的話 還可以要求老闆調製一杯分層果汁 一次過滿足視覺和味覺享受 店舖一共用了十二萬資金 由菜單、牌照到裝修 都是由老闆和朋友合力完成 幸好石結尾租金比較便宜 老闆不用急著招攬客人 又或者有時他們忙的時候 我們都會吃過他們的食物 所以我們就用自己的感受 來介紹食物給客人 幫他們落單有時候 石結尾雖然是老區 但仍然有不少小店在萌芽開花 或者他們的優勝之處 就是可以建立人與人之間互信的關係 你幫我,我幫你 不是凡事都要計算金錢利益的 謝謝大家